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结束官方日韩之行不足24小时 朝鲜马上就有动作 星期三清晨从首都平壤附近的顺安地区 接连发射三枚弹道导弹 日本政府随后发布讯息指 探测到了两枚种类不同的弹道导弹 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 东京即使通过驻北京大使馆提出抗议 谴责朝鲜的行为明显挑衅无法妥协 韩国则是声明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 根据韩国参谋总部和日本国防部的报告 朝鲜分别在清晨6点6点37分和6点42分 从顺南一带发射三枚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推测第一枚是洲际弹道导弹 飞行超过300公里 飞行高度达到550公里 日本防卫部的讯息则指 6点42分前后发射的第二和第三枚 是短程弹道导弹和前射弹道导弹 高度介于50到60公里之间 通过不规则轨道飞行了大约750公里 防卫部声明 这是朝鲜明显的挑衅行为 令人无法容忍 日本不会对朝鲜最近在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方面 取得显著的技术发展掉以轻心 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声明 基于未来朝鲜可能会采取包括核武器试验在内 更具有挑衅意味的行动 日本将与美国合作 保持高警惕 韩国政府也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5月10号就任总统的尹熙悦听取报告后 下令采取实质措施 按照韩美首脑协议 强化和延伸威慑执行力 并同意在韩美协作基础上 全面落实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内的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外界分析认为 朝鲜这次发展的行动 是针对韩美和韩日首脑会谈几股作武力示威 而且带有对外宣传境内新冠疫情扩散 趋于缓和的意味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是的 就在朝鲜试射三枚弹道导弹后 作为反击 韩国和美国也展开了联合实弹演习 这是韩美两军时隔将近5年后 再度进行联合地对地导弹试射 分别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 美国陆军战术弹道导弹 以及一枚韩国玄武二短程弹道导弹 以彰显韩美联军在迅速应对朝鲜武力挑衅行为的决心和能力 此外 韩国空军也在前一天发现朝鲜有试射导弹 以进行挑衅的征兆后 进行了一场全副武装的大象漫步演习 让30多架战斗机列队集结在跑道上 以作为武力示威